咋这么慢了你 妈妈 我告诉你一个好事情 什么好事情 好事情要学会等待 要学会等待 你让我忍着吗 你现在跟我说不就行了吗 我早晚都得知道 作业又忘带了 数学学习巩固又忘带了 现在又自己又跑到学校去拿去了 嗨大家好 这个家的情宝 我是情宝妈妈 刚给情宝接回来 然后写作业又发现 数学学习与巩固 然后忘在学校了 自己一个人又跑去了 不让我跟着他 你们有没有就是说 回来写作业 发现作业忘学校的这种经历 情宝室第一次 咋啦两个人 没找到 就是睡觉装托的还是大碗 没找到 你是不是放学的时候 东西没有装全 还是 车里空档那是爱没有 那你 那没事 妈妈 那个什么 要不你明天早上 你到学校的时候 问你两个通桌 看你们有没有装错 你又哭啦 再这么半天了 去了又四十分钟了吧 爸爸 然后回来 然后一看你不在家 担心你在家 等了二十分钟不见人 就去学校接你学校 门口又等这场时间 没事 吃一切 长一只 下次 下次记住 回来的时候 先放学 要解采一下 说不好 今天大家抽体 情宝现在没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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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赶紧写作业去啊 嗯 请不吝点赞